所以这是基本的一个段落的设定 然后我们现在这边已经做好了章 我做好了内文 我这边还有个节 例如说我要让我的节可以有字的变化 跟字的颜色 假设 那我现在所做出来的这一个 这些东西 这太浅 我做出来这些字 我想要让后面的牌板 可以一致性的重复沿用 OK我要怎么做 不好意思刚才那个清除格式在这里 他这边没有单一个按钮 他放在这里 清除 第一个地方清除掉就好了 好来 那我们这边有章节跟内文 好我们在使用上来讲 我可以怎么做 我们现在用多页一下 好把它缩小一点 例如说缩小字就会叠在一起 我刚放大就觉得好一点点了 好进来之后 以我们这一个档案来讲 这个是节 节 节 好 我希望我的这个绿色可以沿用给他们 这样了解 我希望排版的时候可以有一致性 那这个我们一般在学word的时候 是算比较进阶的功能 就是大家想要学的那种长篇文章的排版 好那这个该怎么做 我现在已经把章做好了 内文做好的 还有节也做好了 然后我希望这个要跟它一样 这个也要跟它一样 一死内退 好 通常我们以前早期的习惯是用复制格式 对不对 复制格式 可是复制格式的问题会是 你把这个复制过来之后 哪一天如果有修改 我复制格式都得再重做一次 其实是很很高纲的 所以怎么办 最好最好的方法 就是把它存成样式 样式就是一个固定的文字的范本 你把它存成样式 存成样式之后的好处就是 我以后改的时候 我只要改样式 所有的字都会动 这样知道吧 就是所谓的编辑的概念 这比较简单好来那怎么做 首先我们先让我的这一个张 纯层样式新增 新增样式好 然后你现在建立一个新的样式 那样式名称叫什么呢 例如说零零零是开头 然后我打张 这样排去 等一下会排在比较前面 确定 好就多了一个零张 你看这个样式就是零张 我点的它不是就是预设 反白它是它就变零张 看得懂吗 好来这个内文内文我也可以做成样式 好内文的一样的也是到上头的样式 选新增样式 这是我内文用的 确定好 结同理 样式新增样式 零费结 我先把前面几个样式规划好 内文我要怎么做 例如说以这一段来讲 我要套什么 刚才样式要套哪一个 张结 纹哪一个 这一个是纹 就点纹 它就做好了 听懂吗 这是快速套用的技巧 然后这个一样可以删掉 要不要有间隔 这个是什么 结 就点结 一直在推 这是结 这是结 然后那个空格都可以把它取消 结 好内文的部分也是 这里 你看我们一般都喜欢空 有没有 空的乱七 把它找一大堆 好这时候这一段还没套 所以这一段套纹 你看整段就好了 看老师的动作也不一定要反白 我只要在这一段里头点它后直接套就好 那项目法它编号这个我没有做 上面这个我没有做 所以我们假设 让它就用当成内文的方式套 这个可以做个 独立给这个用的 好然后这边也是 可以不用轻啊 因为我每次都按到 你看按错怎么办 如果不小心套错了 就是清除就好了 对吧 然后不然就是套回原本的 就这样就可以了 一此类推 所以同学们就可以用这种方式 快速的把全文靠成你想要的感觉 知道我的意思吗 这个是我们在排版最简单的方法 观念蛮特别的 可是如果你会用很好用 会不会格式就可以一模一样 好重点来了 如果要修改呢 哪一天如果你要修改的时候 这边有个编辑样式 编辑 你可以去编辑它 可是编辑样式 里面的功能超级物理给它复杂的 所以我教你们另外一招 另外一招的方法是 如果你这里要改颜色 假设我先换一个 我要改颜色 我要改 例如说大小等等的 把它放大一点 我要动这一个 目前是都还是绿色的 好 我只要做好一个修正后 到样式的地方 选择更新样式 它会把这一个样式 把结给改过来 绿色就会变红色 这个更新 所以我透过更新的方式一改 全部都改 速度更快 所以你只要全文会排这个 很快一下就排完 这个我觉得研究生一定都要会 因为怎么排论文 这个很重要 那我们行政单位的话 你排一些企划书啊 简章啊 结案报告啊什么的 都一定会用得到 而且你只要会排样式 目录就做好了 样式跟目录是相关联的 目录就是从样式把资料捞出来的 所以你只要会用样式 目录就OK了 好 所以这边听得懂吗 样式在这里 样式喔 下面这一区 好不好 来同学试看看 这个很好用喔 这个工具 免费的也有喔 不一定要依赖Word 都 好 好 好